80年代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谁胆子大 谁能够发财 到了90年代的时候 可能需要更多的智慧 理性的发展 然而造化弄人 现实常常不会按照理想的剧本演绎 人生总是酸甜苦辣 五味杂陈 就如同这部1996年在中国热映的电影 《阿甘正传》里的主人公所说的那样 这些雄心勃发的企业家们也无法预料 接下来他们即将面临的会是怎样的浮沉 巨人大厦的建设刚开工 就遇到了意料之外的困难 准备施工的时候 地下打那个地基的时候 才发现地下是一些断岩 尽可能往胜里打 这个庄才能够牢固 这种打庄最深的 我印象里面当时是打到了68米 那么那么高一个大厦 打多少多少根庄 所以光打庄这个费用 一下让时日将近填进去将近是1.5个亿 这实际上相当于当时住于一年的收入 所以这一下子就给让时日就感觉到 一个资金上的一个困难 为了保证巨人大厦的建设 史玉柱不断抽掉保健品板块的资金 到1996年 巨人大厦才刚刚完成地基建设 保健品市场已经萎缩 这时 史玉柱已经没有可以调用的资金了 当初买了楼花的债主 接连涌入巨人大厦 史玉柱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境地 1997年7月 巨人大厦就此停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盐装